现在所看到的手机是华为Ascend G740 它采用高通Snapdragon 400 1.2GHz的双核心处理器 记忆体是1G 那处理空间则是8G 那是采用Android作业系统 以及Emotion UI的操作界面 那这支手机呢有支援4G LTE 这手机正面我们可以看到 它是采用5寸的TFT触控萤幕 解析度1280乘上720 前镜头的画素则是100万 右侧我们可以看到音控键 电源键 耳机孔 左侧没有配置中和按键 下面则是Micro USB的插孔 以及它的麦克风 背盖部分最上面我们可以看到 是它800万画素的相机 補光灯 下面呢则是它的喇叭孔 背盖内部分我们可以看到 在右边则是它的SIM卡卡槽 那下面呢则是Micro SD卡卡槽 电池容量则是2400mAh 华为的Emotion UI 并没有我们所收支的APP选单 而是将所有的APP 全部放在桌面 然后来工作选择 那再来呢 它的桌面的这个页面呢 最多是可以开到9个页面 在设定部分 首先我们要来看到音效 那音效里面呢有一个DTS模式 那这个模式打开呢 就可以让你在听音乐的时候 有更好的音乐享受 下一个要来介绍的功能是手套模式 那我们从设定 在最下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一个手套模式 那只要打开这个功能呢 即使你戴着手套 也可以很轻松的 来操作你的手机 在相机的功能 首先要来看到HDR 那我们从左上角点开 我们可以看到HDR 那我们可以从说明里面 我们可以知道 它是将最明亮 以及最暗的部分细节 能够让这两个部分可以更清楚 那也就是说呢 让你在背光的情况下 也可以拍出更清晰的照片 这个手机呢 也有支援一个连拍的功能 那我们从左边打开 在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这里有个连拍 那只要打开这个功能呢 按下快门键 就可以连续的拍摄十张照片 这个手机在录影部分 有支援Full HD 1080p的录影 那我们切到录影里面看 打开录影之后呢 我们可以从左边点开 在最上面 我们就可以看到 它可以选择Full HD 1920x1080的 这个解析度